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马上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比赛环节 率先进行的这场比赛是一场男子 62公英级自由搏击规则较亮 首先让我们把目光转移到大屏幕上 通过一段短片了解一下 即将出战的红蓝双方选手 大家好 我叫张华 我今年35岁了 很多人都说我这个年纪比较大了 但是呢我自己感觉只要梦想还在 什么时候都不会晚 只要初心还在 任何时候都是最好的时候 我想我可以再剥一把 张华 虽然近几年她的名字 很少出现在全迷的视野中 但35岁的她 却是一位绝对的老牌格斗名家 2011年 诸杆澳台华夏三大王争霸赛 56公斤级冠军 2012年 新加坡国际三大比赛 56公斤级冠军 2013年 意大利WKA自由搏击世界尖标赛 60公斤级世界冠军 其实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 已经有过两次退役 然后又两次付出的经历了 第一次退役呢是2006年 从2006年一直到2011年 过了五年 然后包括说我的左腿 每天我也练习很多次 然后我觉得到2011年 好像我的身体素质 各方面的机能又回来了 所以当时我就又有决心再付出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我2013年 去欧洲参加的那次比赛 因为自由搏击当时在欧美 它比较盛行 而且这个WK这个组织 也是以欧美国家为主的 这样的一个参赛的 这样的一个人群 像我们中国人去 就几乎就非常非常少 几乎没有 那次几乎是没有 我第一场就赢了 所以当时我就一下子 就有了信心 我记得最后一场是 对阵的是美国的 当时第一局的时候 我被他的锡就是击中了腹部 后面又击中头部 就直接把我当时就顶晕了 到第二局教练跟我说 就是说他说你赢了 别人就觉得我们中国人赢了 所以你要是世界第一 是吧 冠军谁都会记住 但你亚军 别人不会记住你 所以你要拼 结果宣判的时候 是判我赢了 但是我的教练在下面 他把国旗扔上擂台 他跟我说 张华你把国旗举起来 绕擂台逃一周 那我在欧洲拿了冠军之后 那回到中国 那我就感觉 我这个状态非常好 当我正准备 就是好好的大干一场吧 就是开始我的这个 搏击的二次生涯的时候 已经说我的这个半月板积水 所以他就说我可能不行了 不能再打这个 一直到2016年 而且当时我看到 我们中国的这个 职业搏击时代已经来临了 这个让我特别的心动 因为这就是曾经我的梦想 所以在16年的10月份 我又开始付出了 我感觉现在 我站在内排上 其实输赢已经不是最重要的 当然不论你的自然的 这样一种反应 它不允许我的耐力 我的等等各方面的条件 他肯定没有年轻人会好 所以我对赛前的训练 我也比较重视 我看了我对手的视频 那我感觉他的全腿组合比较好 欧式的自育波机的打法 训练也是比较系统的 年纪也比我轻很多 耐力可能会比我好 但是我已经封闭训练 大半年了 我自己的状态现在也很好 那我觉得我的重击 可能会比他更好一些 还有毕竟我年纪打的比赛也多 我的经验应该会比较更丰富 我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 刷前出战是来自于中国的蓝方选手张华 下面掌声有请 张华 张华的出场音乐 追梦赤子鲸 追梦赤子鲸 加油 加油 张华 与他对阵的选手是来自于马达加斯加的红方选手 兰德里亚纳沃 掌声有请 Rangia Nabo Rangia Nabo 这个音乐少了一点马达加斯加的感觉 好 这就是与张华对阵的二十一岁的小将来自于马达加斯加 Rangia Nabo 好 看一下两人的对补年纪差距非常大 那么身高体重相差不多 张华目前状态也很好 本场比赛场上裁判 昆沃拉沙 好了 中国的蓝方选手 张华对阵来自马达加斯加的 兰德里亚纳沃 张华上来就两个人速度好快 没有任何的试探 重拳重腿重击 哇 哇 一个牵手 张华也是一个反架的选手啊 是 左手是他后手重拳 不过张华防头防的还是挺稳健的 但对方的身高避掌相对 他还是有优势差一点 被高扫击中 还好张华那个时候上步了 对手来自马达加斯加 这个比较少 哎呦 又是一个高扫还要挡住了 哇 被对手低扫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全时代有马达加斯加的选手 而且在国内马达加斯加选手也不多 哎 马达加斯加很多人是透过迪斯尼动画认识啊 哦 又估紧了 毕竟马达加斯加是世界第四大岛屿啊 所以说出这种国际好手 也还是有他的身后群众基础的 正灯被拨开了 低扫 哦 这下后手中击 不过还好接腿了 接腿了 我裁判铺就得非常及时啊 因为不然的话对方倒下去 然后张华失去平衡有可能踩中对手 甚至有可能在那位置踩中那个腰带以下重要部位 啊 张华上步的时候差点被后手迎击 我张华的那个后手防对方高扫防得非常好啊 对方好几次高扫都被他防住了 整灯 哇 又一个后手的直拳 同时起腿 整灯被拨开了 对方还了一下低扫 要注意那个 蓝灯里亚纳沃的前手平勾啊 很有威胁力 低扫没中 带来 两个人试探距离 后手中击 哎呀 还好把中扫给接住了 张华在那个距离要还腿 可惜距离太远了 而且自己的腿长要差一点 张华千万不能随便出腿啊 你看对方每次都能抓住他出腿的 扣机去给他拳 打组合拳的迎击 你看又后直 对方趁他出招时后手直拳非常准 对方连续踢了几下高扫之后 知道张华的防高扫防得非常严实 但是对方的那种后手直拳的迎击非常准 对方非常有欺骗性啊 你看看好几次对方是眼 眼神是看着张华的那个脚 但实际上手是往对方头部打的 就很多的这种高手 他有视觉有欺骗性啊 他不是看着你头打你头 他看着你脚打你的头 看着你头踢你的脚 战术 是 声东击西嘛 好 第一回合马上结束了 不到十秒 10秒钟 战灯被防坐 张华在那个位置提腿很危险 当心对方后手直拳迎击 你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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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对方的身高臂长对他来说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腿明显长很多 右后手 第一扫 张华得注意啊 这个第一扫不是不能用 我后手都勾 我幸好这百拳躲开 直接把我们前面的广告位给踢走 对 不好意思 广告商们 这也是突发情况 对对对 打得太激烈了 你看 张华上步的过程中总是被对方 会被对方的前手或者后手迎击 好了 躲开后手直圈 第一扫挡住 你看 第一扫的骗招在打后手直圈 你看 兰德里亚拉过的骗招 哎呦 中扫 我兰德里亚拉过 我觉得他的这个组合 有当年完美先生胡斯特的感觉啊 就是出腿来骗你 对 其实是要给拳的 对 你看刚才一个第一扫的骗招 然后在后手直圈打出去 你看 又是个第一扫的骗招 我 成全 哇 这种太有隐蔽性了 看出来 兰德里亚拉过的竞技状态非常不错啊 对 后仰躲开 后仰后退 什么叫拳怕哨状啊 没错 目前张华的他那个主动性是很强的 他主动会上步用低扫或者上步出拳 但是你看对方玩基本全部躲过了 好的 挡住低扫 看他 兰德里亚拉过 好 张华低头躲开了 然后近身 挡住低扫 高扫 你看换了腿的高扫 非常有欺骗性啊 兰德里亚拉过的这个技术 组合搭配非常不错 张华 中扫 滑倒了 结果被对方踢到了支撑腿 滑倒了 再来 张华的手不要上下晃动 上下晃动容易被对方抓那个 往下移动的这个空挡啊 低扫 张华滑下高扫 又一个前后手 有点不冷静 距离已经不够了 但张华还是内圈已经打出去了 后支手 连续两下 西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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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华现在手 已经没有对手的抱架那么紧了 对 手抱架 由于体能的原因 你看手抱架有点 微微有点松了 对方又组合拳 中曹 被对方踢了支撑腿 插一点倒地 转身拳 感觉张华走路有点不舒服 是刚才踢到 有 要不就是被低扫 要不就是被吸撞 撞到肋骨里了 不舒服 好 第二回合 感觉 还是蓝德里 拿卧的 出拳数 出腿数 已经命中率更高一点 其实他腿长本来就已经是优势了 而且他打后手直拳打得特别准 而且骗招很好 前腿一个第一扫骗你 然后后手直拳打你头部 或者是前腿一个第一扫 扫了之后马上换 马上换 马上再起后腿的高扫 冲 好 第三回合的比赛 第扫 好 西撞 哎呦 蓝德里安娜那一下西撞 趁张华那个 头的位置比较低 马上西撞 带倒 但是蓝德里安娜好像体能有点下去 刚才有土护齿的动作 看得出来张华这几次躲 对方后手直拳都躲开了 张华低头 紧身 可惜张华打中是对手躯干 不是头部 造成了伤害性有限 对方转身后登 距离不够 暴大招了 对 而且张华有防备躲开了 但张华的右腿 你看已经被对方 已经被低扫出痕迹了 对 有浴血的痕迹了 哎呀 刚才张华又是 我连续的被塞到 当时张华有点要做体系格挡的动作 是单腿站立 所以对方及时就打组合迎击了 因为那个时候你单腿的时候 你不能有步伐的移动去躲闪 裁判分开 再来 再这样的话 张华的优势没有那么明显 对方已经变了 你看刚才 对方前腿低扫之后 就已经不打后手直拳 因为他打了两下 觉得被对手防住了 他都不打后直 是接那个前手平勾了 哎 他护齿是不是不太舒服 他呼吸问题累了 就累了 就会吐不齿 对对对对 因为他会把牙缝那地方给挡住嘛 影响你的进气量 哎呀 躲开后直 张华躲开了 张华现在躲后直 还是有很好的意识了 哎 后手摆拳 但对方也有一些前手平勾打中他了 张华又是下后手 男的比阿拉伯 你看他身形还是很宽 但出拳的力度比不上上两回合 对 就是他移动的速度还是有 出拳的那个速度和力量 没有上两回合那么有力了 加油 低扫 西撞 裁判继续分开 不要问了 冲 低扫 好 两个人在爆气了 特别张华 因为前两回合 应该他教练告诉他了 你优势不是太明显 有点着急了 对 不过目前时间不到半分钟了 马上 张华 一定要当心对方西撞 因为他这 这段时间要近身都是低头 去躲对方后直的迎击去低头了 转身拳低头躲开了 幸好早点去帮助 现在就怕兰德里阿拉沃 趁他近身的时候出上钩拳后的气壮 这个 拐拳漂亮 有一个没打到 对 张华已经很累了 看他出拳手有一点在这个位 这个姿势已经不太对了 对 一个转身拳 没打中 一声林响我们等待裁判给出的分数 好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本场男子62公斤级自由搏击规则 比赛的最终裁定结果如下 一号裁判 二十九比二十八 二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八 三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八 本场比赛最终的获程方式来自于马达加斯加的红方选手 NANDRIA NAVU 下面掌声有请颁奖嘉宾 杨光百任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华中大区副总裁 宋洪女士 青州市体育局副局长尹中军先生 有请二位 接下来即将带来的是两场探权规则的对决 首先出场的是泰国本土派拳手欧亚兹 对阵来自战斗民族俄罗斯的汉将迈克维特里拉 胜利究竟属于谁 别走开 比赛马上开始 下面我们的精彩继续 马上就为大家现场呈现的是今天晚上的第二场比赛 这是一场男子75公斤级的明星超级战略比赛 这是一场纯泰拳规则的较量 三回合三分钟的比拼 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于俄罗斯的蓝方选手 迈克维特里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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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 overload 接下来将为大家和他大家介绍的与在对阉的人蓝方选手 9分钟的比赛 来自于泰国的鸿风选手欧亚斯 下面掌声有请泰国 欧亚斯 好 现在出场的是 红方选手来自于泰国的 欧亚斯 那么今天只有21岁啊 年轻的朋友都已经来打比赛了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由于泰拳在南部 北部 以及不同的区域 他们泰拳手头顶带的 门空是不一样的 颜色 花 室都是不一样的 没错 本场比赛场上裁判 坤几扎先生 由于是泰拳规则 所以说他们是可以用肘 也可是用连锡的 一上来第一回话 两个人节奏都比较慢 震灯 好 俄罗斯选手是反架 没错 他们两个体重级别都比较大 75公斤这个级别 俄罗斯的选手身高是1米88 战绩有26战18胜 有后手重击 震灯 可能由于现场气温太低了 因为只有5度 所以说不要慢了 连锡 连锡 这几下重击很猛 继续的俄罗斯选手有连续的重击在脸上来 采判分开了 俄罗斯选手的梅弓已经破口了 左梅弓已经破口了 哇 这拆不到 一分钟 哇 连续的重击 还好不是缠麻的泰拳 缠麻泰拳现在已经是脸上有可能就开花了 高嫂挡住 好 高嫂振灯 后手重击上勾拳 左右勾摆 要逼到卫生边了 裁判分开双方 走击 走击 又打到他那个左眉弓伤口那个部位了 要趁你病要你命 没错 因为走击 那个锡撞这样类维技术 是泰拳的灵魂啊 我给你 YES 组合连锡 有一下走击被挡下了 好了 欧亚斯估住了对手 让裁判来分开两个人 好 中嫂 被吃了一下前手赢击 看得出来第一回合两个人 一开始内大概十到二十秒 速度比较慢 但现在 重拳重腿的重击非常多 右一千手 当心这个距离一定要当心走击 感觉欧亚斯的泰拳的风格更加明显 因为他这肘啊 对 你看 而且他在适合出走的距离 然后出走的实际掌握得非常好 正灯 对于六楼的四拳手来说多用正灯 这下走击 我是走击还是后白 我们这个角度看着右下走击又向后白 正灯被拨开了 后手击辅 组合拳 吸状 吸击 好 裁判又要分开二位 好 裁判 挡住 来 整灯 又于中早挡住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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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要推他对手的估计 裁判分开 就是如果你两个人缠抱之后 没有明显的这种走机膝状的进攻动作的话 裁判就会分开 这下距离掌握得很好 虽然比对手腿短一点 但还是先命中对手 裁判分开 裁判在那个角度没有看到欧亚斯有膝状 所以他就分开了 连续的 连续的 前手 他有在换架吗 刚才 对 因为换架的同时 我们就是要出腿了 这下后手中计 迎击啊 是 西装 两个人都有西装 只要裁判看见 你搂在一起 没有西装 把你分开 高扫 迎击后手的 吸击 中手 前手 肌腹 往西装 身高优势 在他们俩传抱在一起的时候 西装就能看出来了 没错 因为他的腿更长嘛 西装的那个距离也更长一点 好了 到了围身边了 现在他们俩就在我们的正面前方 哇 身上那个全往游的味道扑面而来啊 出腿 腿是虚招 这下后手中计 直接打了下巴剧烈后仰 不过还好 欧亚斯非常有经验啊 一招受中计 马上就估计对手 西装 西装 有两个人都有西装 好 这下没有西装 裁判马上就分开了 挡住高扫 再挡住 吃了下全手 不过那个迈克的那个地长长一点 你看他虽然刚才被对方前手打中 他直接用自己的臂掌打后手 还是把对手给限制这种 挡住 后手中计 再接中载 被对手接腿了 好了 两个人到了角落 好 被对手灯开了 被大佬威身边 挡住高扫 转灯 晃一下中扫 后手前打进去 再搂抱 你挡住 你挡住 挡住高扫 转灯 挡住中扫 挡住 好 前手 前手 看着迈克他不怎么爱打前手的次拳 都是喜欢打后直的这种重击 但他每次打后直的时候都 但他每次打后直的时候都感觉这个脚有换架的这种走向 我觉得他是不是打了后直他想换架再出腿 而且迈克用肘用的比欧亚斯来说简直是少太多了 对 好 中早很重这一下再来一下 好 都有西装 被抢了 双叶下来好 裁判分开 好 欧亚斯还是近身要打西装 裁判继续分开 第三回合感觉两人都这个猛劲上来了 频率加快了 好 一个转身拳 连续 好了 到了围身边 好了 高扫 好 还是继续又搂抱了 但是两个人这种固紧的这种西装不是太多 正当对方已经是步伐移动躲开了 同时顶了一下西 缠抱 好 高扫挡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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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隙 低隙 耐克的左腹这边已经黑青了 被中嫂造成的污亲 好了裁判再分开 全手先制住了 但麦克还是近身了 裁判继续分开 我觉得这几局比赛 裁判的运动量不亚于选手 再分开 裁判分开的是手足兵 因为有时候你光是手去拉 阻挡选手有可能感觉不到 所以他一般是分开的时候 都会用膝盖或者是腿 去顶其中一方 你看用腿去顶其中一方 让他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是的 让他感觉到 裁判终子接腿了 接腿了 看能不能带倒 好 甩倒 不好意思啊 把你带倒了 虽然裁判 我是在裁判分开我们的同时 把你带倒了 好了 这个汗水已经溅到我们脸上了 这一拳打过来 满头满脸都是 双方选手的汗水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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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了 但是这个走的距离不够 位置太近了 对 位置太近了 虽然有打中 但是没有有效的重击 对 不痛 对 对手的伤害非常有限 擋住中头 又接退 把你带倒 摔倒 哇哦 哇哦 上钩 哇 迈克的上钩打中了 欧雅斯的下巴 是的 继续接腿 迈克好像找到了 这个对付对手中嫂的办法 就接吐了 时间到 好 时间到 好 接下来就等场下的打分裁判 把两个人的比分结果交给我们场上的主持人 首先会进行比分汇总 何老师怎么看 汇总之后 我觉得 评分秋色吧 都有 可能欧雅斯有 因为毕竟伤害性不在哪里 因为虽然迈克把对手带倒 但带倒的那个伤害有效 但是欧雅斯的耳朵也破口了 耳后 对 而且也是在第一回合 也是在第一回合破口的 只不过由于耳后 没有湄弓那个位置那么明显 对 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个地方疼 是 好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本场男子75公英级明星超级战 纯泰旋规则比赛的最终结果为 来自于俄罗斯的迈克违瑞拉 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赢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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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克违瑞拉 赢予了 双赢予 双赢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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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掌声有请颁奖嘉宾 德国珀威克润滑游 中国区总代理杜广辉先生 全时代赛事总监 杰志斌先生掌声有请二位 接下来在泰国国内被誉为75公斤级 最具潜力的年轻选手 龙拉威即将出战 他的对手是曾经与他有过一次消风 遗憾外北的巴西选手 马特胡斯 两人的二分战将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让我们事不已待 那马上将会进行是今天晚上的最后一场比赛 这是一场男子77公斤级纯泰拳规则的比赛 那么对阵的双方的分别是来自于 巴西的蓝方选手马特胡斯 他将对阵来自于泰国的红方选手 有着独联支撑的龙拉威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比赛 是双方选手的二番战的比拼 在Top King 20的比赛当中 马特胡斯被龙拉威在第二回合KO 输掉了第一场的比赛 那么这场双方的二番战 究竟是来自于巴西的蓝方选手马特胡斯 能够帮回一程 为大家的能够呈现三番战的比赛的提供可能 还是他的对手来自于泰国的红方选手龙拉威 能够再下一程赢得两连胜 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这场比赛 双方选手精彩的比拼 那么下面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 率先出战来自于巴西的蓝方选手马特胡斯 好了 接下来这场先上场的是蓝方选手 来自巴西的马特胡斯 年龄22岁 身高1米8 战绩57胜 22负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于 泰国的红方选手 有着独帘之称的 龙拉威 好 现在出场的是来自于 泰国的选手 独帘龙拉威 22岁1米77来自于泰国 124战94胜两平 那这是他跟马特胡斯的第二次二番战 之前是在TOPPIN20的时候 两回合KO击败了马特胡斯 而且龙拉威的外号叫独连 大家知道泰拳王子拨球在泰国的号叫白连 他的外号叫独连 他的这个帽子前面弯出了一个这个蛇头的形状 对 纳迦 泰国里面的那个蛇什么纳迦 九头蛇 不过他这个 就泰国那个白妙的那个入口 那个扶手那地方就是纳迦 本场比赛场上裁判来自于泰国的昆毕几先生 比较多 直接上来就后手重击 同时出腿 好 来 打得要踩 来 扯灯 上 扬出高扫 而且你们打得多打得激烈一点 大家也没那么冷 哎呦 背后迎击打击倒了 哎 没肚苗 哎 就没肚苗 哎 就没肚苗 好 挡住 正灯 给后手击伏 漂亮 这个正灯把对方的后手 后手出拳给蹬回去了 看得出来马特乌斯相比对手 这种五厘米的身高优势非常明显 你看 后手击伏 并且整个维度也要大一些 后手 再半个吹吐 天气冷 打快点 看得出来马特乌斯相比对手 自己出腿都被对手当倒了 自己出腿都被对手当倒了 后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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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半个吹吐 天气冷 打快点 后手 好 好 漂亮 后手 迎击 后手迎击 正中下巴 高扫 马特乌斯的臂股也松了 好 又一个组合拳 没站稳 差点没站稳 加宝 加油 你等什么 打 前手平勾迎击 马特乌斯那么好的机会就要没跟上去 而且龙拉威 独连龙拉威的那个右手臂股也滑掉了 滑到手帮那位置 高扫 抖住 低扫躲开 好 来 来 转身后摆 腿 接出了对方的 高扫 低扫 截腿 打土核拳 可以用手的 漂亮 你看红拉威那个控制 把对方的脸拼命挖后面顶 对方的脸被推了 就无法保持平衡 没有平衡是肯定 没法出重拳重腿的重击的 这样对他控制对手来说 非常方便 非常有利 谢谢大家 不过去 有收取 不过去 不过去 没有力量 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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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二回合 正登 高扫 后手迎击 漂亮 高扫 不停的起高扫 正登 后手摆拳 反被对手打中了两下 正登被截腿了 可是对手的臂展不够 又躲开了对方了 后手迎击 中击 正登 正登被截腿了 可是对手的臂展不够 不过太多有效的攻击动作被裁判分开 中手 转身你打这个全距离太近了 太近了 除非用转身走 只有用转身走 吸撞 这下吸撞空了 对方勾他腿 不过他保持住了平衡 吸击 继续吸击 半腿没绊到正登 又吸击 吸击接腿 去半支撑腿没绊到 轴机 加了一下 不过那下轴机的 几乎是擦着脸过去 没有太有效的击中 后手要击呼 他居然拿裤腰那么危机的时刻 轴机 白肘一个 被对手还了一个 对马特乌斯来说 他拼命想抱一箭之仇 因为对方在上一次的 第二回合 二十第二回合 击了他 那马特乌斯现在 从那个面向上来说 体能掉的有点多 高扫背后手 被躲开又接了转身拳 他才看手脚并用的 把他们分开 对 因为手上是挡开他们的拳 腿上又挡开对方的腿和吸 中草 高扫 高扫 哦 肌肤 又没肌身体 不要那么执着去踢中草 你连续踢了三次都被对方挡住 还迎击了 这样下去好难成功复仇 好难啊 真的 哇 有活了 没体力了 有点 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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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特乌斯 个子高 肌肉大 体力消耗的也会更快 没错 拉到场中间 后手肌腑漂亮 接腿了 看他打后手可惜臂斩又不是 他在那个距离后手打头是很难打中 他还不如就像刚才一样 接了腿之后后手肌腑 打中一下试一下 好 第二回合 马特乌斯的体力已经下降很多了 感觉挺每一脚都已经不太稳了 看他不忍杂了 看他差不多了 这首有个方式还会很晚 现在再发表了 将写去的脚条 细节并器 很快 不用失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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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盼抓住双锋拳套 提起他们是最后一个回合 六六 好 江东 一六 好 就和马特乌斯经过两分钟 休息 体论能不能够回复 到上次比赛被对手KO的一箭之仇 迪嫂 这个很重 整灯 控着好距离 整灯接腿了 迪嫂 你臂长那么长就打一下后手嘛 可能就刚才太远了 后手中击 前手 前次后手中击 又打到 走 走 蹊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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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踹 走 走 接腿 带倒 就是够秤 即使手称地起来了 恢复了平衡 被对手推开 整的 感覺裁判消耗的體能不亞製 雙方選特畢是不停地大喊直裁 裁判一直在喊你們要快一點 反正天氣那麼冷 動作快點就沒那麼冷 周 前後手 再接中掃 換低掃 轉到後燈 帶打了不過手勾住圍繩了 擊斧 正燈要接腿沒接住 我擊斧很重 馬特烏斯現在要打贏基亞後手拳 感覺要把龍拉威按出去 正燈踹倒了 龍拉威剛才那個上部做得猶豫猶豫的 沒有把那個上部做成有效的這種攻擊動作和限制對手近身的動作 整燈兩人體力現在消耗都很多相互出腿吸擊 對兩個人電量都快用完了 對 20%了 出拳低掃 馬特烏斯出後手出重擊 前手勾斧 時間到 時間到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本场男子77公斤级 纯泰拳规则比赛的最终 裁定结果如下 1号裁判29比28 2号裁判29比28 3号裁判29比28 本场比赛最终的获胜方式 来自于泰国的洪峰选手 荣万威 好 下面我们掌声 请出颁奖嘉宾 中顶异都基金公司董事长 王雅萍先生 青岛市维方商会常务副会长 顾戴铭先生 掌声有请二位 好 所有现场以及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晚上 全时代龙在东方青州站的 所有比赛到此就告一段落 再次感谢现场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的历临 同时要感谢电视机前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感谢你们整晚的陪伴 最后呢还要感谢 阳光百润 百万宝 浩海名车 新亚浩天 九龙与欢乐世界 新亚地产 中式智联传媒 北京开封企业商会 以及格斗世界的 本次比赛的支持 全时代龙在东方青州站 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